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一百五十五期圣经旧约 生命纪第二十六篇 奉献出手的土产 你们占领了上主 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 并在那里定居后 要把最先收成的各种土产 放在篮子里带到上主 你们的上帝所选定的敬拜场所 你们要去兼值班的祭祀 对他说 现在我来感谢上主 我的上帝 我已经进入 他向我们祖先 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土地 祭祀要收下你们带去的篮子 把它放在上主 你们上帝的祭坛前 接着你们要在上主面前 背诵以下的话 我的祖先是流浪的亚兰人 他带家眷到埃及寄居 他们去的时候 人数稀少 以后逐渐增多 成为强大的民族 埃及人压迫我们 强迫我们做奴隶 服苦意 我们求靠上主 我们祖先的上帝 他看见我们痛苦 辛劳 受迫害 垂听了我们的哀求 他以自己的大能大力 抢救我们 脱离了埃及 又行神迹歧视 使一连串 令人震惊的事发生 他领我们到这里 把这一片流奶与蜜的 肥沃土地赐给我们 所以 上主啊 现在 把你所赐的 出收土产 带来献给你 你们背诵以后 要把篮子 放在上主 你们的上帝面前 在那里 敬拜他 你们要为上主 你们的上帝 赐给你们的丰收欢乐 也要邀请立位人 和居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桥 来一同欢乐 你们每三年 要付十分之一捐 就是你们 土产收成的十分之一 把它分给立位人 外桥 孤儿和寡妇 让他们在你们的地方 也都 能够吃饱 这以后 你们要向上主说 我没有把神圣的十分之一 捐 留在家里 我已经遵照你的诫命 把它分给立位人 外桥 古尔和寡妇 我没有违背 或忘记 十分之一捐的条例 我举哀的时候 没有吃圣物 在礼仪上 不洁净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拿出屋子 我没有把它 当祭物 献给死了的人 上主 我的上帝啊 我听从你 遵守你有关 十分之一捐的一切条例 求你 从天上 你的圣所 看顾我们 赐福给你的子民 以色列 召你 向我们祖先 所许下的诺言 求你降福 给你所赐 这块流奶与密的 富饶土地 做圣洁的子民 今天 上主 你们的上帝 命令你们 遵行 祂的一切法律 建议 你们 要一心一意 切实遵行 今天 你们承认 上主 做你们的上帝 也 答应 要服从 遵守 祂的一切法律 实行 祂一切 的建议 今天 上主 也照祂的应许 承认你们 做祂自己的子民 命令你们 遵行 祂的一切 建议 祂要使你们 比祂 所造的任何国家强大 你们 要使祂的名 受送贩 受尊宠 你们将照着祂的应许 成为祂自己 圣洁的子民 生命记忆 第27 在石头上写 上帝的法律 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每分不人命说 你们要遵行 我今天 向你们颁布的 一切命令 你们渡过约旦河 进入上主 你们的上帝 要赐给你们的土地 那一天 要树立一些大石 涂上石灰 把所有的法律和教训 都写在上面 你们进入上主 你们祖先的上帝 所应许给你们 那流奶与蜜的 肥沃土地 踏上约旦河西岸后 要遵照我今天 给你们的命令 在以巴拉山 山上树立这些大石 在上面 涂上石灰 你们要用 未经铁器 凿过的石头 在那里 造祭坛 因为凡为上主 你们的上帝 铸造的任何祭坛 都要用 没有凿过的石头 你们要在祭坛上 显烧化祭 也要在那里 吃平安祭 在上主 你们的上帝 面前欢乐 你们要在大石上 清清楚楚地 写下上帝的法律 接着 摩西和 立位之族的祭祀 对前提 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要安心 留心听我的话 你们今天 已经成为上主 你们上帝的子民 所以 你们要听从他 切实遵行 我今天向你们颁布的 一切法律界定 为命 必受诅咒 当天 摩西 又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度过耶旦河后 当立位 祭司 向人民祝福时 西勉 立位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遍亚明等之族 要站在 吉利新山山上 宣布诅咒时 旅遍 加德 亚瑟 西布伦 但 拿着他 立等之族 要站在 以巴路山山上 立位之族的祭祀 要大声 向慧众宣布 凡用石头 木头 或金属 造偶像 偷偷祭拜的 要受上帝诅咒 因为上主 厌恶 偶像 崇拜 慧众要回答 阿们 不孝敬父母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搏洞邻居地界标志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故意令盲人走错路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剥夺拜桥 孤儿和寡次权力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跟继母同房 而侮辱了父亲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跟动物性交代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跟亲姊妹 同父异母 或同母异父的姊妹同房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跟岳母同房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暗杀人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接受慧众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不遵守上帝法律和教训的 要受上帝诅咒 慧众要回答 阿们 遵行诫命 世事蒙福 生命纪 第28篇 如果你们听从上主 你们的上帝 切实遵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一切禁令 他就要使你们比天下任何国家强大 你们听从上主 你们的上帝就会得到这一切的福责 上主要赐福给你们的城镇和田园 上主要赐福给你们 使你们多子多子 五谷丰收 牛羊 宝多 上主要使你们成谷物和揉面的器具都蒙福 上主要使你们出入平安 世事蒙福 上主要击败前来攻击你们的敌人 他们从一个方向来攻击你们 却要向四面八方奔逃 一切都可以疯有了 一切都可以担心 那是一个这些学生吗 那个之后 一切都可以 走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要打开天上丰富的仓库 按时降雨润则你们的田园 使你们的事业蒙福 使你们富足有余 你们可以借给别国 而不必向别国借贷 你们若切实遵行我今天向你们的颁布 上主 你们的上帝的一切诫命 它就要使你们在列国中居领导地位 不受支配 长治久安 永不衰败 但是你们绝不可违背他的戒命 也不可祭拜服侍别的神明 为命的后果 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 你们的上帝不切实遵行我今天颁布 他只是你们的一切法律戒命 你们就会遭受以下各种灾祸 上主要诅咒你们的城镇和田园 上主要诅咒你们 成古物和荣面的器具 上主要诅咒你们 使你们人丁寥寥 五谷窃收 牲畜牲 上主要使你们出入遭殃 适事受诅咒 如果你们作恶离弃上主 他就使你们遭遇灾难 混乱和困扰 适事不顺 以至于迅速被毁灭 他要使传染病猖獗 直到你们在将战里的土地上灭绝 上主要以传染病毒疮 热病打击你们 又以旱灾和灼弱的风 毁灭你们的古物 直到你们全部灭亡 天不再降雨 土地要像铁板一样坚硬 上主要以灰尘风沙代替雨水 直到他把你们都消灭了 上主要使敌人击败你们 你们从一个方向攻打他们 却要向四面八方奔逃 天下万民 看见你们的遭遇 都会惊慌害怕 飞鸟走兽 要来吃你们的尸体 没有人可赶走他们 上主要使你们身上长疮 像他从前是埃及人长疮一样 他要使你们全身长满 险戒又痛又痒 不得医治 上主要使你们发疯 下眼糊涂 白天 你们要向盲人 在黑暗中摸索 你们的事业不顺利 你们经常受人压迫 掠夺 没有人可救援你们 你们跟女孩子订了婚 却有别人去跟她睡觉 你们造房子 却不能住进去 你们栽种葡萄园 却吃不到葡萄 你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牛 被宰杀 却吃不到牛肉 你们要看见自己的驴 被抢走 却逃不回来 你们的羊群 被敌人拉走 没有人帮你们抢救 你们要亲眼看见自己的女儿 被外族人裸去做奴隶 每天眼巴巴等他们回来 但都无能为力 你们所不认识的一个民族 要抢走你们心情耕种的农作物 你们不但得不到收获 反而经常受压迫 受虐待 你们要受尽折磨而发疯 上主要使你们双腿长疮 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窗 无法医治 上主要把你们和你们的君王 放逐到外国 到你们和你们的祖先 没有住过的地方 你们要在那里拜石头 和木头造的偶像 在上主放逐你们去的国家里 当地的人 要因你们的遭遇而惊害 他们要讽刺侮辱你们 你们剥的种子多 收成却少 因为蝗虫要吃掉穀物 你们栽种 照料葡萄园 但吃不到葡萄 喝不到葡萄酒 因为虫子要吃到葡萄树 虽然你们的境内 长满橄榄树 却得不到橄榄油 因为橄榄没熟就掉落 你们生儿育女 却要吃掉他们 因为他们要被掳走 你们的树木和穀物 都要被害虫吃光 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桥 越来越占优势 你们却逐渐衰败 他们有钱借给你们 你们却没有钱借给他们 到最后 他们要统治你们 这一切诅咒 都要临到你们身上 直到你们全部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上主 你们的上帝 不遵行 他给你们的一切法律诫命 这些诅咒 要永远作为上帝 审判你们 和你们子孙的证据 上主在各方面 赐福给你们 你们却不心甘情愿地 侍奉他 因此 你们得服侍上 要派来攻打你们的敌人 你们要饥饿 口渴 露体 一无所有 敌人要用铁板压迫你们 直到你们都灭亡 上主要是远方的一个国家 来攻打你们 他们的语言 你们不懂 他们像老鹰一样 要猝然飞来攻击你们 他们非常凶恶 并不领续年老年肉的 他们要把你们的牲畜和土产吃光 无论五谷 新酒 橄榄油 牛羊 全部留下 你们都要饿死 他们要攻打上主 你们的上帝 将赐给你们的那片土地的 每一个城镇 你们所依靠 那高大巩固的城墙 都要淘汰 敌人围困你们的城镇时 你们要因粮荒 而吃自己的骨肉 就是上主 你们的上帝 赐给你们的儿女 你们被围困的时候 连最仁慈的男子 也要因饥饿 而逼得吃自己的儿女 因为没有东西可吃 他连自己的兄弟 所爱的妻子或仅存的儿女 也不肯分给他们吃 最娇嫩高贵 连鹿也用不着走的女人 也要变得一样残忍 敌人围困城镇的时候 他要因粮荒 而逼得偷偷 吃下自己亲生的婴儿 和包衣 连他所爱的丈夫 或仅存的儿女 他也不肯分给他们吃 如果你们 不切实遵守 这书上所在上帝的一切法律 不敬畏上主 你们的上帝 那奇妙可畏的名 他要使你们 和你们的子孙 染上不治之症 不能制止的瘟疫 他们在埃及 所患那些可怕的疾病 他要使你们再患 永远治不好 他也要使你们患上 在这法律书上 所没有纪律的各种疾病 和传染病 直到你们都灭亡 虽然你们的人口 像天空的星星那样多 但只有少数人能存活 因为你们不听从上主 你们的上帝 他曾善待你们 乐意使你们烦寿 他也不惜消灭你们 使你们灭亡 你们要从那将占领的土地上 被严根拔除 上主要把你们放逐到各国 分散到全世界 你们叫在那里 摆木头和石头造到神明 就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 没有拜过的 你们到处不得安宁 不能生根 上主要使你们充满焦虑 失望和绝望 你们的生命 旦夕难保 你们要日夜充满恐惧 时常遍临死亡 你们所看见的一切 要使你们心惊肉跳 早晨盼望黑夜 夜晚 等待天亮 虽然上主说过 你们不会再回埃及 他仍然要用奴隶船 送你们回去 在那里 你们想卖身 做敌人的奴隶 却没有人 要买你们 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清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公请订阅 听说世界名著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